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才能够享受昨天的大涨 今天的功高 这样子的获利的利润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如果你在上半年 你很担心 你很彷徨的人 来1.0张开双手 欢迎你搭上1.0 领领家族的行列 那首先呢 如果你是我们领领家族的家人 在开盘之前 都能够收到盘前 独一无二的盘前想先报 我们来看一下1.0的盘前想先报 里面我怎么事先的掌握 我说了今天的台股 会延续昨天上工的力道 昨天台股是大涨的 而且是大涨的白点以上 而且今天还会持续的涨 而且还持续的大涨 而且在大涨的过程当中 我想问的是 你有没有赚钱 你的股票有没有 帮你的一个帐上获利 持续的up up呢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其实在台币贬值的过程里面 被动型的外资 它卖超全值的股票 例如台积电 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压盘的行为 但是呢 我也在东森盘前连线的时候 我特别告知 我们所有的宁家族家人 台积电没有那么差 台积电500关卡一定会守得住 果然台积电顺利的回补 向下的跳空缺口之后 一步一步一步的收复它的湿土 但是呢你要知道 台积电毕竟股本很大 什么样子的个股能够呢 像台积电一样 形成了一个金金涨 而且不回头的走势 都在这一次1.0的一个 线上的演讲会当中 我会特别告诉大家 好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因为呢贵买的一个指数 它表现的比大盘还强 中小型的表现空间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focus在车用 在网通 在工业电脑以及生计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 耿鼎耿耿耿耿又再度的亮灯 攻涨停板了 而且再创新高 再度的涨停板亮灯再创新高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这一波1.0看好的车用趋势 完全没有改变 而在低档1.0带领 你家族的家人布局的一粒店 今天也亮灯攻涨停板 甚至连展投扣 甚至呢红宝 再连两天攻涨停板 只有今天又再创新高 那万载 我们的高贝贝的万载 以及仓佑还有核大 也纷纷的亮灯攻涨停板 那我想问的是 在大跌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动作 我说过在大盘连续性的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是很用力的在买股票 我们反市场的操作来低接的好股票 你可能在担心美股拉回来的同时 我也特别从盘旋想先报里面 特别告诉大家 美股的拉回来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多头走势的涨多回档 台股的未来反攻之路 我跟大家讲万六指日可待 万六看到之够呢重返万八 你必须要有计划 而3000点的抢断计划 1.0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1.0的小老鼠OK 一七八八 小老鼠OK一七八八 值得你在下半年 以及未来台股赚钱的操作策略当中 一定要来去做添加的 好那当然在重返万八的路上 3000点的抢断计划 1.0想问的是 连续两天的大涨 你知道要买什么股票吗 连续两天的大涨之后 1.0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你都可以去看回顾 你都可以去看礼拜一礼拜二 当全市场的老师看跌缩跌的时候 1.0反市场的操作 1.0告诉你跟着1.0先提前先卡位 为什么我要在本周六下午2点钟 要来办线上演讲会 为什么 因为大盘碟嘛 大盘碟你会担心 大盘碟你会害怕 大盘碟你会观望 因为这一波在万事以下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还在看 我在赚你在看 我还在赚你还在看 所以我还是特别跟大家讲 你不要错过下半年的赚钱行情 你一定要看清楚 其实赚钱的行情就在你眼前 你只要伸出手 你就可以握得到 你只要伸出手握得到 而且1.0的手已经伸出来 你不要看 我的手已经伸出来了 只要你的手伸出来就好了 所以1.0真的 来感谢大家对1.0的支持 我跟大家讲 我礼拜一礼拜二 我的限量的名额 原本是开放100名 我又再开放100名 这200个名额 全数全数全数的额满 真的真的 我好感谢大家 你知道吗 好多好多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都跟1.0讲说 他迫不及待在礼拜六下午的时候 想够听1.0的线上演讲会 这也是1.0在下半年首次举办的 听好 因为好多好多 好多还没有报名的人 都苦求1.0 老师说1.0最害怕别人拜托要求了 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这一次真的是 顾虑到品质 我也很 我猜这次一定很多同意的来听 真的 真的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1.0已经做好全部的准备 全部的准备 都放在这一次的线上演讲会里面 绝对会让大家收获 都满满满满收获 所以 有跟1.0恳求的人 你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 最后让三个三十个名额 听好喔 我们的服务人员听好 只有三十个名额才能够参加 如果这三十个名额额满 就不要再收了 因为我也怕那个网路线路太爆满 这样子不好 然后所以礼拜六下午两点钟 的线上演讲会 这个是免费的 我最后再开放限量三十个名额 因为很多的家人都跟1.0讲说 还没有报名 甚至我们的服务人员还没有跟你联络 因为我们最近服务人员真的好辛苦 我必须要跟我们服务人员说声 谢谢 真的谢谢大家 一个人要对很多很多人喔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收到 服务人员的通知 请你等待一下 但是在礼拜六下午两点钟之前 我们的服务人员 就会把我们的线上连结的网址传递给你喔 所以只有报名完成你才能够拿到 翻倍的钻石骨喔 那我还是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你一定要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 以及完成LINE 才能够完成报名的手续 因为有些家人真的很可爱喔 就说1.0我要参加 但是你没有留下你的姓名 你也留下你的电话 人海茫茫啊 1.0不是神我一定找不到你嘛 你知道1.0 但是1.0不一定知道你啊 所以你一定要干嘛 你一定要留下你的姓名电话 跟我们的联络人员取得联系 跟我们的1.0团队的服务人员取得联系很重要 因为礼拜六下午两点钟的连结 你才能够拿得到 当你拿到礼拜六下午的连结的时候 来听好来导播给我们全画面 你才能够在礼拜六下午两点钟的节目里面 拿到1.0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五大翻倍的钻石骨 你才能够在礼拜六下午两点钟的演讲会内容当中 拿到1.0给大家的五大翻倍的钻石骨 我说到做到 我是一个女子 但是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家人非常非常爱1.0的原因 我也好爱好爱你们喔 好 那当然在重返万八的道路上面 我跟大家讲啊 这一条路上 你绝对会遇到很多的利空 会遇到很多 我跟你讲下礼拜呢 美国官员又要开始放银了 放银如果美国股市又跌 你又开始害怕跟担心 但是我告诉大家 3000点的抢赚计划1.0准备好了 所以这一次的线上演讲会 你务必要排除万难 你务必一定要来 那当然喔 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来的人 1.0也帮大家准备好了 你可以呢直接 在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直接跟着我们 坐在轿子上等着钱转 为什么 因为万五之上 1.0是不是一档接着一档转 有没有 一档接着一档转 既车用的耿鼎 我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就已经掌握到耿鼎的趋势 很多人当时候都不知道耿鼎在做什么的 很多人也觉得耿鼎根本不会涨 甚至我在上这不是新闻接东升的连线的时候 像是呢 娟姐也好 婷娟也好 佑达也好 都不约儿童问我一个问题 耿鼎是什么挖勾 耿鼎会涨吗 结果今天耿鼎亮灯公涨停板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的意思 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这一波 耿鼎的车用趋势 1.0在四个月之前 我已经掌握到了 那除了耿鼎之外 今天的威盛又再度的大涨 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1.0的軋空的行情 我已经掌握在前面了 甚至网通的正习 甚至广机工业电脑的广机 今天又 又即将要再创新高 而且耀华耀 我特别要讲一下耀华耀 耀华耀的这档走势 越少人讲他越好 老实说 我不喜欢大家都在讲耀华耀 因为大家都在讲耀华耀的时候 筹码会乱掉 所以拿着耀华耀 闷声发大财 我最喜欢这样子 默默的低调的赚钱就好了 默默的低调的赚钱就好了 好不好 好所以呢在大跌的过程里面 礼拜一礼拜二 当指数大跌了白点 而且重挫的时候 1.0张开双手 邀请你跟着我提前卡位 买在上涨之前 这个是最好的时机 今天的大涨 昨天的创高 你就能够享受丰碩的果实嘛 耿鼎亮灯功涨停板 一粒店呢在低档1.0帮大家掌握到转车 何大今天强功涨停板 像是红宝耀华万载 高贝贝贝的万载 今天又在创新高 在创新高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波的车用趋势 1.0掌握得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 掌握到车用的方向 你一定要找最会做车用股的1.0 来去做操作 因为我告诉大家 我真的真的看到好多好多赚钱的机会 真的真的 你一定要相信1.0喔 当1.0看到的时候 你一定要伸出双手 让1.0牵到你 因为很多标股现阶段正在反转 但是很多的散户朋友还在观望 还在看 我在赚钱你在看 我跟大家讲 这些标股至少有五成到一倍的利润 我没有骗大家 这是真的五成到一倍的利润 所以重返万八的路上 你会遇到很多的拉回 你会遇到很多的利空 你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 来淬炼你 来打击你持股的信心 但是 只有1.0才能够 帮你赚到最好赚的行情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如果在呢 礼拜一 你想要跟着1.0同步的来去做布局 想要提前卡位 提前做教的人 来听好这一档标的 车用家网通 车用家网通 是下半年的主流 没有股票能够像他这样子 我跟大家讲 这一档标的才刚刚刚刚开始而已 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如果你认同1.0 掌握趋势 我掌握的是大趋势 我不是小趋势 我不是跟大家 转一块钱两块钱而已 这一档标的 它除了车用家网通之外 更重要的是 紧接着第三季 美系客户的拉货会来 它跟很多的电子股 有库存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再加上这个位阶 这个位阶 法人认错回补 接着法人 你跟着1.0 在下个礼拜一 第一时间 拉回来去做进场的话 我跟大家讲 你买进之够 法人来帮你抬价 而且以他过往的走势 他未来至少有将近快一倍的涨幅 那我想问的是 这一倍的涨幅你要不要赚 这一倍的涨幅你要不要赚 1.0 我好想赚 你好想赚 你就必须要拿出行动 你不能够只是看 因为看财神爷 不会凭空的把钱 掉到你家门口 不会的 你必须要付出行动 真的 1.0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 1.0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就像这一档标的 老实说这档标的 下半年根本没有乌云 而且产能满载满载到明年度 这一档标的 你只要呢 在今天办好手续的人 下个礼拜一 1.0带你提前跺脚 1.0带你提前卡位 因为我无认为 来到警线附近有四成的利润 来到前高有一倍以上的涨幅 你只要问你自己 要不要赚就好了 你只要问你自己 要不要赚这一波 能够帮你大赚的行情 我就说到这里就好了 因为很多人喔 他会执着他自己 手头上不会动的股票 但是眼睛都没有看到 真的能够帮他赚钱的标的 就像耿鼎 就像呢 万债 就像仓佑 就像红宝 哪一支股票 不是1.0在低档的时候 告诉大家 跟着1.0来去买在低时间 而且掌握大波段的行情 所以一样的 如果你错过了耿鼎 你错过了万债 如果你错过了红宝 好 这样子的股票 刚刚开始而已 只要办好手续 来听好 礼拜一 就带你提前卡位 提前坐觉 好 那当然呢 车店不熄火 持股一定要有谁 这个部分呢 我留在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钟的 线上演讲会 因为我跟大家讲 我的线上演讲会 绝对会让大家满债而归 我是说真的 因为我准备了很多资料 那今天的航空旅游一起飞 可不可以追 今天的华航长龙航 拉了一个长红K 那到底这里是不是反转讯号 是不是代表 这里的解封概念股 开始要顺势起飞 还是在这里要先卖一趟呢 那等一下呢 都会在1.0的节目上面 跟大家透露 那当然礼拜六下午2点钟 最后最后上车的机会 大家务必要把握 因为我说过 我最害怕人家求我 我真的 我是一个很心软的人 我看到呢路边那种很可怜的人 我都会给钱 我真的都会给钱 甚至我看到那种走路不是很 就是手脚不是很方便的 老公公老婆婆的时候 我其实我是会扶别人上 扶别人慢慢过马路的 所以其实我很害怕别人求我 所以当我看到了Light 8里面 有很多的家人都跟我们服务人员讲说 他没有报名成功 还有没有其他的名额的时候 老实说我看到这个讯息 我会很 我会觉得 你一定要掌握到下半年的行情好不好 所以最后释放30个名额 你一定要把握住最后最后的息会 好 那当然我还是特别跟大家讲 其实我在之前 我已经把这个行情规划好了 这个行情会如同1.0讲的 一定会重返万八 但是在重返万八的路上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拉回 就像礼拜一礼拜二大点的时候 你是不是害怕 你是不是观望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OTC比大盘强 所以中小型的股票你一定要抓紧 我在昨天的时候我跟大家讲 周K的关键在15311 对不对 所以今天盘中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个点位 所以是不是连大盘都能够看得这么准的1.0 我跟大家讲个股的买卖点 我真的非常非常精准的掌握 那月K的关键在哪里 我埋了一个伏笔 摆在我这一次的线上演讲会当中 所以在连续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问问你自己 哪一个老师像1.0一样 在跌的时候我告诉你它是一个机会 在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是一个买点 我绝对不会像其他的老师跟大家讲 看涨说涨看跌说跌 这个对你来讲没有用 最主要的是在跌的时候 你要很确定的是 什么样子的位阶是你可以买进的方向 那为什么今天的梗鼎 今天的宜利店 今天的和大 甚至今天的红宝 甚至药华能够创新稿 所以我要特别跟大家讲 我们的家人非常可爱 今天呢我的Light 8里面 我们很多零零家族的家人不约而同 真的是不约而同 我只是拿一部分的讯息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1.0老师 我一早就看到我自己的股票 两只直接亮灯公掌停板 两只喔 两只喔 他真的感动到快要掉眼泪了 他说谢谢他 带我啦 带他买 带他买在市场上面没有注意的地方 买在别人没有看到他的地方 低调的布局 享受今天掌停板的美好果实 他还特别加了一句话 他说跟着1.0真的很放心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而谁能够做得到 1.0能够做到 全市场只有1.0能够做得到 我是说真的 因为全市场你找不到第二个1.0 像1.0这么认真的 我跟大家讲第一个我说到做到 第二个我全力以赴 第三个我绝对带我们的家人 买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 买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 你才能够买的滴滴的 等到大家都在长的时候 老实说 那个时候是别人帮我们抬轿的时候 这个叫做做教的热曲 做教的热曲 这个1.0最会了 就像何大 今天一定很多人在讲他 今天一定非常多人在讲他 为什么 因为今天何大掌停板嘛 而且是跳空工掌停板 但是我们的家人已经提前卡位 已经提前上车 我们买在没有人关注他的时购 今天直接跳空工掌停板 我们再一次的坐在轿子上 享受别人帮我们抬轿 这是特斯拉的概念股 所以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想问你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1.0做得到 所以我们的古龄 40年以上的高贝贝 我们高贝贝好可爱喔 他把1.0的线上演讲会的时间呢 寄成今天了 所以他今天有来公司耶 今天的古龄40年以上的高贝贝 特别再送给我一盒 他最爱的高三乌龙茶 真的谢谢古龄40年的高贝贝 那高贝贝也特别跟我讲喔 他其实在股票市场这么多年 大部分都是赔 很少能够像1.0这样这么实在 而且万债的这档标的 一买就赚钱 真的是一买就赚钱 跟耿鼎一买就赚钱 我当时候跟他讲说 高贝贝你的加斯达 我觉得有一些疑虑 有一些压力 我请他先换股票 那我也很感谢高贝贝 真的相信1.0 真的相信1.0 因为很多人对于他自己手中的持股 是抱持著 抱持著一种 一种捨不得放开的感觉 但是高贝贝至少他相信了他自己 他也相信1.0 就是一个换股的小动作赚钱的大关键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资金真的都卡在不会动的股票 你来找1.0 1.0会复制高贝贝的模式 换股的小动作就是你赚钱的大关键 但是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钱可以买 跟着体步起涨的股票的话 那我也欢迎你直接加入1.0的行列就可以了 好那当然呢 我觉得我们高贝贝非常可爱 他不是一个会说感性的人 但是他这40年来他有赚有赔 他也觉得很累了 但是呢一旦加入李宁家族的行业 他发现根本不用看盘 一档的好的股票只要持续的上涨 多方趋势不变的情况之下 钱就能够滚钱 所以万债我们是大赚最好赚的一段 所以今天的高贝贝非常可爱 又在给我高三乌龙茶 那我也每天喝啦 因为你会发现到1.0元气满满 每天喝着高贝贝给我的一个高三乌龙茶 那谢谢高贝贝 好那当然重返万八的一个计划 3000点的抢赚计划1.0准备好了 真的准备好了 所以我也谢谢大家对1.0的支持 这一次礼拜一礼拜二1.0加开的100个名额 全数全数全数的额满 我只能说感谢再感谢 我只能用我的全心用我的权力 回馈给我们所有支持1.0的好朋友们 下半年这是下半年的首次举办 所以1.0我很害怕别人求我 所以最后再开放最后30个名额来去做参加 所以如果你这30个名额你再不把握 我真的也没办法了好不好 那我也跟服务人员讲最后30个名额 如果还来不及的那就算了好不好 那接着我还是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做完成报名手续 留下你的姓名留下你的电话 跟服务人员保持联系 好不好跟服务人员保持联系 反正你跟服务人员保持联系 你就可以取得礼拜六下午2点钟的一个呢 线上演讲会的连结 那我还是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次的礼拜六下午2点钟的线上连结 我会在节目里面免费赠送五大翻倍的钻石骨 免费赠送五大翻倍的钻石骨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来好不好 最后的30个名额一定要来 那当然1.0还是要特别来跟大家讲 万五之上 我跟大家讲万五已经是一个支撑了 接下来就来万六万七万八 从返万八的道路上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只要牵着1.0的手 跟着1.0手把手 一档接着一档转 今天的赶紧亮灯工掌停板再创新高 今天的威胜又大涨 今天的重期甚至广急甚至要滑药 悶声发大财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礼拜一礼拜二跌的时候 我邀请你反市场的操作 我邀请你买在起涨的时候 那个叫做最好时机 如果你错过了礼拜一礼拜二大跌的买点 接着礼拜一 礼拜一只要办好手续 很多的很多的股票 我跟大家讲 我认为下半年 很多的股票会复制梗鼎 会复制一粒店 会复制万载的模式 而且有五成甚至一倍的涨幅 所以你不要错过 你真的不要看不懂 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你来找1.0 所以在礼拜一办好手续的人 礼拜一1.0会带你提前卡位提前赚 因为股票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叫做底部骑场不影眼难 底部骑场不影眼难 而且它兼具的车用跟网通双主流 而且才刚刚开始而已 再来这档标定 来到颈限位置有四成的幅度 来到前高有一倍的涨幅 那我想问的是 你要不要赚 你要不要赚 现阶段你一定要跟着 最会操作的1.0来去做操作 好那当然这一次的演讲会 老实说我真的准备了很多的内容 我先跟大家讲车用跟生计 是我这一个波段里面 我一定一定会操作的方向 绝对会操作的方向 就像一粒店 就像药华 就像今天的梗鼎 哪一支股票 不是1.0在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的 而生计里面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当那量缩整理的时候 你就是要找买店 而且2022年你必须要知道的生计 叫做什么四个字 听好喔CDMO 而这个CDMO 我会放在我这一次的演讲会内容来讲 好讲到一粒店之前 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一粒店在刚刚起涨的时候 1.0如何事先的掌握到它的走势 来请你看VCR 光今年获利成长高达303倍 你没有听错 而且受惠于整个车载AR HUD的产品出货的一个升温之下 这里周K线级别和中线的格局 打出了底型的形态 所以亮缩拉虎来跟着1.0找寻好买点布局的机会 各位家人朋友们 你会发现到1.0掌握起涨的讯号 一粒店当初拉出第一根的一个转折讯号的时候 1.0事先来告诉大家 1.0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跟着我们提前卡位 为什么一粒店今天还能够持续的攻高 因为它具有车用电子的概念 获利成长303倍 你没有听错 这个部分呢 是具备着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1.0 会帮你做好的产业研究 而且受惠于整个HUD的产品出货需求的回温 这一档标的我们掌握在起涨的时候 今天大涨再创新高 而耀华的这一档标的 为什么今天能够成为市场上的标点 但是在耀华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是如何事先卡位 请你看VCR 车用电子的部分呢 在车试恢复成长的过程当中 自动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那在之前受惠于缺料的改善舒缓之下 接下来需求会大增 所以我们在找群个股的同时 我们必须要找下半年的成长力道 比优于上半年的成长力道 而且在中美贸易的一个分老之下 它在配合着美系客户的出货增加 它绝对能够形成了一个股价的增增向上 各位家人朋友们 你看到了没有 耀华今天的大涨创下近期的新高 我告诉大家还没有涨完 还没有涨完 因为它是兼具的低轨卫星 车电的双引擎的推动 接着拉回来什么位置是一个买点 你要跟着1.0找寻最好布局的机会 那再来2022年你必须要知道的生计 升级里面CDMO 什么是CDMO 也就是医药界的台积电 如果你错过了200块的台积电 如果你错过了100多块的台积电 接下来升级的CDMO 有哪些股票是你必须要掌握的方向 因为CDMO它具备的省时省经费 而且全球的CDMO市场在快速成长之下 再来11月26号要选举了 政策加持这个方向你一定要特别去留意到 那当然我也卖了一个伏笔 因为这一次的CDMO相关的概念股 我会把它放在这一次的线上演讲会里面 最后的30个名额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升级个股 你一定要掌握到最好赚的那一段 就像3月28号 1.0带上这不是新闻的时候 我从我零融123的操盘法 我从周K线级别的角度 如何带领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掌握到生计的美食大波段的行情 请你看VCR 目前的持股比重还不到4% 大概3.54而已 而且这一档标的如果 导播可以帮我们调周K线级别 我先教大家 有一句话叫做日线看短线 周线看中线 我要教大家如何赚到波段 不是赚小钱喔 是赚大钱 美食的这一档标的呢 我们可以从周K线级别的角度 你可以发现到 这里有一只甲 这里有一只甲 这个叫做打底的一个过程 而且现阶段又有一个 突破颈线的一个位阶 如果以WD颈线 然后有一个对称满足 我认为有机会来去挑战前高 今天的美食盘中一度的大涨 挑战了前高 但是你会发现到 美食的这一档标的 就如同美丽的1.0 实时的照顾你一样喔 所以当时Go1.0第一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也很感谢我们所有 李宁家族的家人对1.0的支持 然而生技的易得 我们掌握到最好赚的行情 而耀华耀今天又不知不觉 来到了六字头 闷声发大财 低调的赚钱低调的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5月中旬的时候 1.0事先掌握到耿鼎 今天的耿鼎亮灯 掌停板再创新高 我们掌握到最好赚的行情 我们掌握到车用的林掌鼓梗鼎 所以重返万八的路上 你会遇到很多的利空 你会遇到很多的拉鬼 但是3000点的抢钻计划 1.0准备好了 所以我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演讲会的200个名额 全速的额满 而且这一次1.0下半年 首次举办线上演讲会 所以听好喔 特别要求公司 最后最后再让30个好朋友 一起来参加 所以你一定要完成报名手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取得礼拜六下午2点钟的连结网址 你才能够拿到我们的翻倍钻石股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今天节目内容有限 我会把呢像是网通 像是工业电脑 甚至今天拉台的航空 航域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操作 还有台积电相关的概念股 哪些股票是你接下来布局的焦点 只有在演讲会当中你才会知道的赚钱秘密 只有掌握到下半年的行情 才能够把过去失去的一次要回来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线上演讲会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做留意 那当然喔 1.0要特别告诉大家 最后30个名额开放给 还没有报名成功的好朋友们 只有报名完成 才能够拿到1.0的 线上的钻石标备的一个好的标定 那礼拜六下午2点钟 1.0跟大家不见不散 拜拜